世上本无妖 人心仓祸短 如今皇后全主 赵帕尔的父亲赵氏与皇后作对 自称是青柳一派 誓死要将皇后刘娥拉下台 朝中的大臣都认为刘娥是妖后 会成为第二个武后 会威胁到皇上的江山设计 青柳派就暗地里收集皇后 道德办坏的证据 叶燕图就是皇后的命门 当顾千帆以青柳派的身份调查叶燕图时 不知不觉就与萧金言站在对立面 顾千帆当初气温从武 就是想证明自己不靠父亲 依旧可以杀出一堂血路 但叶燕图一直在欧阳旭手中 赵帕尔为此还差点被欧阳旭害死 当赵帕尔得知父亲的死亡真相时 毫不犹豫到开放府明冤 但皇后有怎么会让自己进宫前的私事 公之于众 拨此陷害赵帕尔 要不是有顾千帆的弊库 赵帕尔早就惨遭皇后的毒手 而顾千帆为了赵帕尔的安危 识破皇后的奸计 揭穿叶燕图背后的秘密 却被亲生父亲蒙蔽双眼 最终也没有公之于众 皇上都震怒 皇后掌权后 萧青年被贬 顾千帆与赵帕尔也隐居江南 对此喜欢这个结局吗 欢迎留言评论